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大家回到要財財經台的直播環節 來到有十分鐘的時間給大家提問股票問題 請來的嘉賓是我們的分析員譚志樂在旁邊 和大家搭股票言蘭 安藍 你好 安藍 你好 見到大市方面現在正升32點 正近23,748點 提到這個市場當中嘉賓觀眾有什麼問 馬上接通第一位 電話旁邊有莊先生 早安 早安 譚先生 兩位 請說 我想請教你 匯豐最近跌得這麼厲害 多少錢價位入才是最好呢 想博個反彈 暫時來說 匯豐現在這一刻做65.45 三毫半 稍為跌跌超過 Jed 又再破底了 家庭觀眾想撈底 不要說什麼價位進去 本身來說你見不見面一點的時候 撈一撈 如果這些位置你就會碰了 真的跌得比較多 想去撥反 但其實看回現階段 匯控的息率 都整個五厘以上 就真的比較吸引 但當然大家要關注 未來來說 不能夠維持排息水平在這裏 因為會擔心 有罰款等等的問題在這裏 但其實你看回公司的政策層面上面 的確是有意欲慢慢去加大排息 所以你說只要 未來來說 沒有再進一步有些罰款 相關的問題在這裏 不排除的確是會有條件做反彈在這裏 但這些位置 我都不建議你去買住 最主要原因 你見到匯豐近期來說 跌得比較多 始終說 其實會擔心歐元近期來說 有個明顯下跌的跡象在這裏 會不會在歐洲業務上 要因此對於歐元下跌來說 可能會造成一個虧損等等的問題在這裏 這方面會本身有個風險因素在這裏 但是會看回到 其實你說會空 講這些國際金融股 未來來來說 如果聯儲局今年開始進行加息的話 都會造成一個正面的因素 所以我覺得回調多一點 是可以去買 至於什麼位置去買 我想你說提回技術走勢 我想你說現階段都見到 跌穿了兩年來的低位 下一個支持位 其實真的落回到60元左右這些位置 所以這些位置我不建議買 等到股價回落到大概接近62元這些位置才去買 只要不跌穿60元這些位置 至於第一個反彈目標 我自己會看到68元的水平 好 後低一點 60元的水平可以駁回反彈 幫幫到你 莊先生 幫幫到我 多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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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商走震 下次打過來了 與聽下位嘉靈觀眾 電影旁邊有余小姐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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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一下神華 中華自己有沒有貨 有 什麼價位買了 19元 19元有貨 和建價差不多 中華1088元 現時做18.96元 升超過百分之一 但最近看到股價走勢 都是向下居多 嘉靈觀眾和建價差不多水平買了 可以怎樣做部署 這些位置買了 我想你可能是看到它跌得多 我想駁回反彈 其實在板塊上面 論基本因素 我想大家都應該很清楚 煤炭板塊一定是差的 有產能過剩等等的問題 但這些位置 需不需要很害怕 要馬上馬上指洩你 我覺得這些位置 的確跌到這些水平的時候 論投資價值直播率上面 是有一定的價值在 因為如果未來來講 內地真的有些政策 能夠刺激到經濟 始終是說你的煤炭板塊 和經濟敏感度相對較高 如果一旦有這些政策出到來 板塊會有條件反一反彈 所以這些位置 都可以拿著 但是由於板塊之前提及到 基本因素真的差兩倍炭價格 其實都會有機會 再向下層低位 所以如果跌穿之前的低位 都要止洩 所以我建議可以考慮 如果19元左右這些位置買 我建議把止洩位置 放在18.5元這些位置 如果穿18.5元 就要理性地忍痛止洩你 但不穿18.5元之前 可以等一等反彈 至於反彈目標 我自己會先看到20元這些水平 先看到20元這個水平 有沒有想到幫到你了 姚小姐 這時候先跟大家跟進一下 上江煤炭板塊的最新表現 十馬方面 現在的確診也說到了 升近百分之一 燃洲煤方面 正在回調三線 正在做六個一毫三 中煤能源正在升兩線 恆鼎正在做六毫一指 正在升一線 好 接著聽聽下 各位嘉玲觀眾 電一旁邊有李小姐 早安 早安 麻煩 我想問恆子25,100元未有三個頂 我想問其實它跌穿了哪個位才確認這個叫3頂5號呢 好 想問恆子方面技術走勢 看到暫時來說恆子現在這一刻就在做23,779點 升了64點 觀眾想問之前在3次碰到25,000點水位的頂 應該怎樣看走勢上 其實的確之前可能在25,000點這些位置都試過3次跌下來 技術上的三頂形態一早就形成了 我想從圖表走勢上看 其實自從恆子穿上去年高位 即是11月份 胡廣通高位即24,300點這些位置之後 其實這個三頂的形態或者橫行區間已經跌穿了 穿上這些位置之後當然會調整一點 因此近期來說 自從穿了這個位置之後 調整幅度都看到有一個加深的跡象 但以量度跌幅計 恆子就徘徊在25,000點 至24,300點 24,300點 區間這些位置 量度跌幅計可能會跌多700點800點 近期來說 恆子你見到調整到接近大約23,700點 反映區間的跌幅上 都反映了一大部份 所以看後市來說 我認為初步的支持位在250點 23,500點 去到這些位置的時候都會反映了三頂的跌幅 但我又覺得去到這些位置的時候 真的不需要過分看淡 因為只要大市跌了這麼多的情況下 其實你看看另外一些技術指標 好像RSI為例 都看到市況都有個嚴重超賣的跡象 短期來說 可能有機會出現技術反彈 所以我覺得 之前的三頂的形態上 現階段已經反映了一大部份 我覺得 不需要再擔心這個因素 好,幫多禮物 李小姐 謝謝你 好,多謝你的電話查詢 跟我們跟進一下電郵方面的問題 有一位方先生 想問 兩者都是ETFR和指數掛勾的基金 分別是200 和3021 麥蘭方東英 MT50 先問200 他又想買的 但不知何時買入好 想問200有沒有機會持續跌到23 或者是低於23 看到暫時這一刻 200做價 24.15 近日走勢向下 現在暫時這一刻 都是所有移動平均線之下 但見到今天稍微升 就是0.5%左右 應該買不買正銀庫基金 什麼位置買好 看回到 其實銀庫基金正如之前所說 港股短期來說 可能調整勢頭都會在 但調整到這些位置 我都預料了 幅度未必會再好深 甚至現階段都有超賣跡象 其實內地兩戶期間 現階段都在說 特別講一些中資金融股 短期來說 都可能有一些利好消息 所以短線來說 反而是有機會出現 技術反彈的 所以什麼位置去買 其實你想要看走勢上面 我覺得 落到如果24元這些位置 今天都見到這些位置時 都一度出現反彈的 我覺得如果你要去買 我都建議在24元左右這些位置買 在24元這些位置買入 就可以考慮將指示價 設定到23.5 不跌穿23.5 的確有條件駁回反彈 至於反彈目標 如果你要去看策略上面 暫時第一個反彈目標 可以看一條50天線 大概是24.6 這些位置 好 感謝另外方先生 想問一下3021 就是南方東英 MT50 這隻基金 看到這隻ETF 其實都比較新的推出 1月推出 都是買一些 環球來說 好像是MFCI中國 以及美國方面的互聯網 換言之都是買手遊 網遊方面的相關前景 家庭觀眾想問 想趁新新的 買幾手來擺一下 你覺得買不買得過呢 你說拿來擺 我想你看到 其實你在做這些相關 特別是中國美國互聯網 相關的指數的 家權追蹤的ETF 你會看到 做這些板塊 其實風險會相對比較大 長線來說 可能都會面對著 一些比較大的風險 我就未必太建議 但是你說近期來說 走勢上面 跌到這些水平的時候 我相信都有一個初步的支持 我想這個板塊 短期後事來說 都會繼續成為市場的焦點 特別是在這些 互聯網公司上面 在政策層面 或者是業績上面 都有一個衝勁在 所以我覺得跌到這些水平 你要去買是可以 但是都會建議 檢查指示位 在3.8 這些位置 不跌穿3.8 短期來說可以等到 技術反彈 看回4元這些位置 但是 如果這些位置買了 真的看到穿3.8 這些位置 都要理性地指示你場 好 好 希望幫到方先生 這節時間差不多 也感謝阿萊 加入電郵和電話方面的問題 和你做回申報 期間提及過股份 自己有沒有持有 沒有持有的 好 謝謝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換來 另一位主持人 和大家見面 謝謝大家